這可以看得出 台灣本來就很多我們的先民 其實都住了很多的這個南島民族 因此地名留下來當然就很多跟有關 比如說你到羅東去 你會看到這個怎麼路邊有猴子 那個路去龍尾去遊郭 怎麼都會有猴子的這個圖像幹嘛 原來羅東在隔馬南語裡面的意思 就是猴子的意思 然後羅東這個用語 還另外早期也出現做老董 老師的老懂不懂得懂 所以你看比較有醫學的商家 他用老董的 用以前的地名 老董就是羅東嘛 陰同樣的 甚至還有一種餅乾 叫做老董餅 不過這不是由高山來做的餅 他就是用那個名字 就用羅東的老地名 舊地名 取他的這個名 我們現在文創的思考很不錯 我為了去買這個 我要買盒子而已 我不是要買餅 不想買賣餅 我要吃這隻猴子 要說明什麼 說明原來羅東 是猴子的意思 你看 為羅東一直到三星 有這條鞠 這條鞠我看得嘴嘴 那時候歪歪歪 我還歪兩邊 歪歪叫什麼都沒有歪 結果原來他是 這個附近是當年的歪歪蝦 隔馬南族歪歪的屬在地 所以他用當年的名字 所以我們知道說在冠青的時代 今天這個南洋平原上面 就已經有很多我們住民的蝦 當然這裡都是屬於 大部分都屬於隔馬 有一兩個屬於隔馬 其他都是隔馬 有所謂的三十六色 所以像這樣的 那樣是一條鞠 是一條鞠 我也是一條鞠